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一分钟命理 不破而破 什么叫不破而破呢 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到 怎么被克的 这个食神他没事 反而没被克的他出事情 原因就是在于他们两个在互克 两个在互克 例如笔尖克财 主角就是笔尖跟财这两个 笔尖跟财这两个 来讲有的时候 他并不会验证在破财 而是在笔尖这一块 为什么会这样 其实克就是两个人在打架 打输的必定死的难看 但是打赢的也鼻青连肿 他也不见得好到哪里去 所以有的时候两人互克的时候 被克的那个可能他不是他的重点 反而他去克人家的 这一个很有可能他也会出问题 所以这一种情况下的时候 你只要看到复克的两个 你最保险的一种批法 就是批这个还有顺便两个一起批 因为他两个都有机会是不好的 一种情况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